哈囉大家好我是Sammy 哈囉大家好我是Dora 好帥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實踐 大家好奇的交換學生QA 那我今天邀請了從上海回來的交換生 Dora 那我覺得呢 無關是有美國的角度不夠 我們還可以有 中 國 美國跟中國 對美國跟中國 兩個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去比較 然後你可以找出哪一種方式是比較適合你的 沒錯 所以呢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囉 那在開始之前歡迎先按一下這個影片的Live 在底下留言 你覺得誰的配色比較欠檔 嗯 應該是他吧 沒有我覺得我真的很可愛 你這是什麼 可愛 好 歡迎留言誰比較討人厭誰比較欠霸凌 那我覺得這當然是英語學校而已 但基本上就是申請表 自傳 讀書計畫 面試 那在文書上面 我蠻推薦大家用標題式的方式撰寫 就是讓平安老師一打開就知道 噢 噢 你的遠前目標 噢你要去美國念碩士 噢你要考託服 噢你要什麼 就他可以很快的擷取到你的重點 好 然後再來我比較想要針對面試的部分 你就是可以跟面試官強調說 你為什麼想去這間學校 你為什麼適合這間學校 以及這間學校能帶給你什麼好處 因為你不是只是去申請一個國家的交換 你是針對學校去交換的 以美國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學校就是有強迫要買所謂的Meal Plan 一個學薪6萬 超酷 把我們當豬養 大概七成是吃學餐 兩成自己煮一層大概就是去外面玩這樣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美國的食物是蠻好吃的 然後廚房用起來是蠻舒服的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就是價格偏高 可是吃這個食物都非常的適應 再來我講大陸的部分 一開始我去的時候大家就跟我說 你一定會瘦 大家都會說上海東西就是又貴 然後又很油 結果就發胖 我大發胖 學餐的東西就是浮到一個步行 一個飯然後有肉然後有兩道菜 30塊 而且是變成這麼大一個 然後你知道你就覺得這麼便宜 不吃白不吃 然後自己煮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在上海市區 你買菜或是肉大概都只有台灣的一半 或是到三分之二的價錢 在大陸你完全不用擔心吃的太貴 你只要擔心吃的太胖就好了 這點在美國我覺得 最難的就是人際關係 因為在美國就是要以個裝美式為最高的目標 就算你很不喜歡這個人 但是你隔天見到他 你還是要就是很熱情的說 How are you 然後要很驚訝 然後就是誰稍微比較內向 我不知道我自己心裡我感覺到這個較勁 就是誰稍微內向一點 誰稍微比較沒有那麼活潑一點 誰稍微有點疙瘩一點 你就輸了 這個好像從美國營居裡面看得出來 對還有一個點是他們很愛爽約 在他們還沒幫你當真的朋友之前 很喜歡假裝說 Oh okay send me let's hand out tonight 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最後就消失了 那個超過分 對而且是真的會約到時間 地點幾分哪裡來接我 都很明確然後就消失 然後約他就蠻難過的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 嗯 我不能就是一直去依賴我的朋友 要帶我去哪裡 所以後來我就是每次有人約我的時候 我都會給自己設一個Plan B 那如果他真的來接我 我們就去 如果他沒有來接我們就 我就在家 不會得失心那麼重 對沒錯 所以怎麼聽起來有點感傷 好想哭喔 隔天你再見到這個人 爽約的這個人 你不能 你還是要繼續 喔 對 然後你不可以問起任何的事情 你甚至可以跟他 你甚至可以問說 欸那你昨晚的Party如何 就那個你本人要出席的Party 好 你需要問他如何 對然後千萬不要說 你怎麼可以昨天沒來接我 你這樣你就輸 認真你就輸了 所以之前我真的適應很久 嗯 再來我講大陸的部分 首先以生活上面來說 大陸到哪都要過安檢 反正我覺得這個 沒有這麼有必要 然後又造成我生活上 蠻大的困擾 第二點是 這個還蠻神奇 就是大陸會有 就是小孩隨地尿尿 大陸有一種很酷的褲子 就是他後面有個洞 小孩就可以不用脫褲子 他屁股那裡有個洞 那女生怎麼辦 女生也會這樣子欸 但我沒有仔細 我沒有仔細看他們尿尿 我沒有仔細看 第三點 大陸人 很不喜歡道歉 就是這個不是我遇到 一兩件事情 然後我自己憑空得出來結論 我有跟在大陸 住比較久的台灣學生討論 然後他就說 他也有明顯感受到這件事 他們會有一種 這不是沒有禮貌喔 可是他們會有一種 我今天無論我做錯事 或做對事 我只要道歉 我就輸了 這個問題我覺得有點tricky 就是因為世界那麼大 其實也不知道到你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到底安全不安全 嗯 但我覺得在每一個地方 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然後就我在美國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我去了美國的每一個地方 都很安全 這個我超厭 因為我就是那種 會覺得美國超不安全的亞洲人 槍擊犯 對對對 我都沒有碰到 然後很晚回家 就也沒有發現什麼事 然後美國是有很多風子 但是你不要理他 不要跟他做互動就好了 我覺得大家可能對於美國的疑慮 會比較多是治安方面 那大家對於大陸的疑慮 可能就會是政治方面 那我覺得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就是去中國會不會被消失 大陸真的沒有這麼危險 並且他們的治安跟台灣是差不多 是一個很安全很安全的地方 只是比較多人被尿尿而已 哈哈哈哈 對 但是我覺得 你還是有基本保護自己的方式 就像我會選擇跟我信任 或是認識的人說 我的政治價值觀 可是假如說像你今天自己出去玩 尤其遇到長輩 他如果問你說你是哪裡人 你可以跟他說 喔像我是上海讀書 說我是上海來的 或是你怕有口音的問題 你就說我是福建來的 我不是說你今天跟他們說 你們就是你跟他說我是台灣人 你們就一定會發生衝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激進份子 但是你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那因為我們兩個是同系同校 我們大四是有黨修跟畢業制作的 所以我們這個系都是在大三以前 韓大三 把消化學生完成才不會延避 對 但是我們也是有很多系 大四是沒有必修 他們就是會在大四的時候 買一張單程機票 或者就領畢業證書 所以就是來看你的科系 要不要公布一下你的書 好我們直接 你先說 不凡講橙筋摺底的話 大概是40 但如果摺底大概是21萬 21萬 好我去大陸整趟花費15萬 凡機票 很貴好不好 好我先講我的部分 我機票先Double欸 好我先講我的部分 好我先講我的部分 大陸花15萬是花超級多錢 因為我去了很多個地方 每一次淘寶都會爆滿 那基本上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他們就是還蠻克制 我說的克制不是你過得很辛苦 你還是過得快樂的生活的情況下 很多人10萬之內去大陸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美國消費值得很高 先打算預防針 因為我真的花蠻多錢的 可是相對的學校給歐美交換學校的獎金 也會稍微再高一些 然後這次上我本人是蠻優秀的 所以就是我拿到獎學金一萬 然後宿舍有補助 因為現在宿舍要12萬 哈囉 四個月 哈囉 很多人12萬就可以去一趟大陸了 那去美國大概去一個城市 就差不多要花個兩萬五 如果你沒有要出去玩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喊獎學金 其實可以控制在15萬以內 謝謝你們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